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都会选择在国庆节的这一天到天安门广场去观看升旗仪式 以此来表达自己对祖国的热爱之情 而国旗护卫队就像是站在国家舞台的中央 一直是人们目光的焦点 对于这支神秘且受世人瞩目的部队 很多人都充满了好奇 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王炳前 就是从国旗护卫队走出来的 我叫王炳前 今年38岁 现任武警北京市总队 某师实质队副参谋长 从18岁进入国旗护卫队开始 我的每一天就与国旗紧密相连 有人说我们是离国旗最近的人 也有人说我们是正不测量地球的人 但在我看来不能只沾国旗的光 更要为国旗争光 因为升降国旗 我们每天都要迎来无数的目光和闪光灯的注视 我们的一言一醒 一举一动 代表的是国旗的形象 更是国家的形象 为了成为36人升旗方队中的一员 也为了升降好和护卫好我们的祖国旗一旗 我曾经流过数不尽的汗水 也承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伤痛 但只要一想到国旗 我就有了不接的动力 有了最坚定的方向 我曾先后参加99年 09年两次国庆阅兵 还在今年9月3日 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的阅兵市上 带领升旗仪式护卫方队率先亮相 接受了祖国和人民的检阅 作为国旗卫士 我感到无上荣光 能够参加阅兵 更感觉到无限荣耀 护卫国旗 重于生命 我就是王敏前 在今年9月3日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市上 有一支方队格外夺人眼球 那就是率先亮相的升旗仪式护卫方队 他们铿锵有力的步伐 不仅走出了中国气势 更展现了当代军人的风采和荣光 手持军刀的带队警官王敏前 就是这次升旗仪式护卫方队的方队长 挺拔的身姿 坚毅的眼神 是王敏前大多数人的第一印象 然而 他究竟如何练就这样的形象 却很少为人所知 1977年 王敏前出生在河北衡水的一个农民家庭 因为从小就崇拜军人 17岁那年 王敏前残军入伍 临走前父亲对他讲了这样一番话 我就像讲故事似的 增强我们的国旗 哎呦我这个老脸呀 哎呦我这感到无上的荣光 和骄傲和自豪 然而当时的王敏前 并没有把这番话放在心上 心变下廉的前几天 正逢国旗护卫队 想了想国旗护卫队怎么这么耳熟呢 哎 再一想我父亲曾经说过 我就问队长 我队长 国旗护卫队是干什么的 国旗护卫队在什么地方啊 他是不是升降国旗的呀 哎 当时陈建队长说是啊 我毫不犹豫的就说了 我去 兴奋不已的王敏前 第一时间写信 告诉了父亲这个好消息 同时严酷的训练也随之而来 咱们每天 你从电视上看这个升降旗 可能很简单 是 用眼看 很简单 但是人 做起这个动作来 就很 手托着枪 要走旗步 要走正步 要立定 要转体 要枪放下 要静力 要理毙 再托起枪来 再走回来 两分零七秒 是太阳从露出 到离开地平线的时间 也是国旗 升至旗杆顶端 所用的时间 国旗和太阳 同时升起 寓意着祖国 欣欣向荣的一天开始 从国旗护卫队 走出金水桥 到旗杆下 每一步严格规定为 脉步75公分 脚离地面30公分 正好138个正步 因此只有经过 最艰苦的训练 和极其严苛的筛选 才有可能成为 这36人 升起方队中的意愿 在这种严格的训练下 没练多久 方病前 就感到苦不堪言 就恨不得 拿到枪之后 把这枪扔到一边去 为什么 因为提枪 要反反复复地 这样来回来练 成千上百上万次的进行训练 你想我们的手是肉体 去和这个木头 和这个铁去接触 操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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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枪时 每一个清脆的声响 都意味着剧烈的疼痛 不过 想到临行前附近的嘱吐 王炳前 还是加班加点的练习 一天下来 成千上万次的动作 常常使他的双手通红肿胀 破皮流血 操枪 加菜 或者说这个洗脸 往脸上洗手的时候 都都是很痛的 因为这个手 这个虎口 这个地方都磨出炮来了 右手的虎口 第一把枪 都把这个炮都磨起来了 磨起来 左手 都是 都是臃肿的那种感觉 不过身体上的疼痛 并不是最难的 王炳前至今 清楚的记得 自己苦练半个月后 对立进行的那次考核 哎呀 没想到第一次考核当中 考了个十几名 还有那个心理 那个酸 就是那个难受啊 就别提我多么的难受了 明明感觉自己 这个动作很好 哎呀 但是考核的过程当中 没有比过人家 十八岁的王炳前 内心充满了苦涩 然而 想到父亲对自己的期待 想到自己一心 想要护卫的国旗 他决心 咬牙坚持下来 脸得最狠的时候 王炳前的手掌和脚腕 肿胀不消 他不跟旁人提起 自己偷偷的抹点红花油 忍一忍 又继续练 四个月后 王炳前成功入选 三十六人 升降其方队 一九九九五年六月十八日 王炳前迎来了人生中的第一次升级任务 那我当时听到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是国歌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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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乐响起的时候自己眼里边掉下了这个 既高兴 既高兴 又激动 又感觉到心酸的这种眼泪 激动和高兴 哎呀 这个不用说了 等会这个任务了 而心酸呢 就像哎呦 这么多的日日夜夜 终于没有白白的把他浪费掉 第一次升级构成了王炳前生命中最难忘的记忆 也在他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从那天起 他不再只是为了父亲的梦想 而是真正把心交给了国旗 西世祥礼炮民法 四分二十秒精准到位 他承受了哪些不为人知的压力 队员基础薄弱 训练困难重重 他怎样带领方队 突出重围 军女人生正在为您播出 王炳前 敬礼国旗 从护旗手到带队警官 王炳前在国旗护卫队一待就是十二年 他先后参加了1997年香港回归庆典 和1999年2009年两次国庆大阅兵 被媒体誉为天下第一刀 今年的阅兵活动 王炳前被任命为升旗仪式护卫方队的方队长 同时担任带队指挥员 那么如何带领200人的方队圆满完成这次任务 成为摆在王炳前面前的首要难题 古旗护卫队营区位于武门东侧 这片特殊的营地唯有围墙 里面的一举一栋 每天都吸引着无数过往的游客 9月3日阅兵之后 人们更是对这里的一切充满了好奇 这里也是王炳前生活了12年的地方 今年1月王炳前几道任务 正式担任升旗仪式护卫方队的方队长 因为你想99年和09年那是国庆阅兵 今年这个阅兵是首次抗战阅兵 所以说它这个意义也不同 在93大阅兵中 升旗仪式护卫方队 不仅是第一个亮相的方阵 也是所有授阅单元中 聚焦时间最长 出境率最高 步伐变化最多 站立时间最长的队伍 与平时不同的是 其实想礼炮鸣发 用时4分20秒 队员们必须在这期间 准确无误的到达指定位置 王炳前作为方队第一责任人 面临的难度和压力可想而知 在这个4分20秒的时间里 我们要控制好我们的拖枪时间 要控制好我们的踏步时间 还有骑步时间 还有正步时间 做到分秒不误毫力不长 防阵200名队员里 只有37人参加过专业的队列训练 五人担负过授阅任务 王炳前只得带领战士们 从基础的动作练习 赶上强化训练的时候 官兵每天都要练到晚上11点多钟 一副总是湿了干 干了又湿 我们有一句话说 我们是用正步测量地球的人 你想一想 我们这一天踢多少正步 得踢10公里 20公里 30公里 踢这么远 那么距离 做伤管次的动作 它都是脚上的用力 我们手中每个人要拖着枪 这个56-1是礼宾步枪 它的重量是七斤六两 而且要拖在这个地方 移动不动 这个动作看似简单 它都要靠这个手腕的力量来完成 要控制住这个枪 让这个枪非常的稳固 这个动作 常人如果说是做这个动作 绝对一分 不到一分钟 就坚持不了 但是我们定枪的时候 最长的时候定过一个上午 当时的拿都拿不下来 斩军兹走齐步 提正步 墙上肩下肩 行举枪里 看似简单的五个队列动作 王炳前的目标 却是带领战士们 展现出一流的水平 然而 第一次跟李炮配合的时候 让他始料未及的情况 发生了 当李炮的第一声响 我们有好多同志 就听成脱枪时 就直接把枪提起来 就身体猛一颤 好多次就改过来 就身体会不均匀地颤 没想一下就颤一下 如果这种情况出现在阅兵场上 影响的不仅是国旗的形象 更是国家的形象 一时间王炳前压力达到了极点 在分析战士们的心理特点后 他在每次训练中 开始加强抗干扰练习 我们就把这个炮的声音打开 因为有音箱 通过音箱 去让战士们去 深深地去体会和感触 这个李炮的这种 明放的这种 洪亮的这种声音 我们全时地把这个声音打开 就让它每时时时刻刻 都去适应这个枯点 这个炮的这个声音 这个点 一天两天 一段时间下来 战士们渐渐适应了炮声 作为整个生气仪式 护卫方队里年龄最大的成员 王炳前对自身的高标准 高要求 也影响着整个方队 都利用我们午休的时间 自己在操场上训练 他那个拔刀 还有这个提振步的动作 每天都训练到很晚 咱们这样 咱们过去之后 咱们先看一看 让他这个盘面 把这个臂摆一下 摆一下之后 咱们再把这个高度 不行 咱们把它用这个尺寸 来定下这个标准来 我们看到没有 好 好 此次量下高度 因为在训练场上 极其严厉的作风 王炳前被战士们 私下称作训练狂 第三名的高 但回到生活中 他又会流露出 极然不同的柔情 为了帮战士们缓解疲劳 王炳前常常利用 业余时间 叫战士们按摩放松 咱们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不要光是用手按 咱们可以给他敲一敲 看我这个地方 敲的时候啊 用掌 不要用拳 会很酸痛 一个是腰杆 敲到他这个地方 有疼痛感的时候 就要多敲几次 你不能光阻他们训练 当他碰到有困难了 你得帮他解决困难 在训练比较疲劳的过程当中 你还要阻止他们 娱乐好和休息好 对不对 还要多谈心 多沟通 多交流 多爱护 多关心他们 在历经长达三个月的训练后 今年9月3日 王炳前带领升旗仪式 护卫方队 圆满完成了授阅任务 他也以自己的实际行动 完成了护卫国旗 重于生命的试验 我愿意永远守在国旗旁边 守在红旗旁边 永远保护我们的国旗 永远当国旗的哨兵 十几年底 王炳前手中升起的国旗 唤醒的是祖国首都的梦 也是一个国家的清晨 因为升降国旗 他曾迎来无数的目光 也因为升降国旗 他经受了常人 无法忍受的严酷训练 对他来说 护卫国旗 是自己一生无悔的选择 更是生命里最闪亮的寻找 一日护卫国旗 终生无上光荣 如今天安门广场前的升旗仪式 已经成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方式 而且也是一道向世界展示中国形象的亮丽风景 王炳前说 虽然因为职务调动 自己离开了国旗护卫队 但是只要有时间有机会 他总会回来看看 这里有着他全部的青春记忆 有着他最热爱的国旗 所以无论身在何处 他都会继续坚守对国旗的承诺和热爱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预知更多最新军事动态 请访问屏幕提示网址 登陆中国军事网 您也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中国军事网APP 关注军旅人生微信公众平台 明天的节目 我们将带您认识奏响国歌数千次的军旅指挥家 明天见 39年军旅生涯 他从一名军阅新兵 一次次华丽转身 成为扬明海内外的指挥家 数以千计的营外任务 四次授阅经历 他参与和见证了共和国最重要的时刻 军旅人生下期为您讲述 张志荣为了神圣的时刻 感谢观看